雅尼在16棟這138碼第二桿 15棟還是讓他陪了一桿出去喔 看看在第16棟有沒有辦法轉回來 該打得有點深喔這一球 方向是很好 感覺上這禮拜這個球場的球道是比較濕一點 我們看他打下去的時候大家感覺上的時候是挖得比較濕軟 這23年生在這季節優雅尼在這季節優雅尼在今年成為LPGA最可怕的一個人 已經拿下了三場LPGA的冠軍 而其他人分享另外兩罐 現在能夠擊敗曾雅尼的人只憎恨他自己 這些LPGA的前輩們看著雅尼在這兩年的表現 都必須要承認曾雅尼有機會成為LPGA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之一 她是最少的兩種角色球員 她能夠對抗承認真的 一般的球員最多的角色 她也有很多創意 她也有很多創意 我覺得她認為這也是個很特別的搭配 所以她也很做得太好 某根Presso說曾雅尼能夠有這樣的擊球距離 然後在國嶺附近的這種創意 這是一個可怕的組合 摩根佩索在郭林附近应该不太会输亚尼 但是他的距离是差太远了 真的差太远了 但是现在她有这个控制 她在这两年 她能够让她回落 在这两年最大的成长 可能是她心里上面的成长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真的是因为她常常让自己 在一个有可以争贯的机会 然后每次的条件都不一样的时候 她都经历过 她都知道如何去克服的时候 其他球员是真的 没有那个机会去这样的学习 她只是玩得很好 玩得很简单 她比所有人都比较好 Kolakrimer 承认曾雅尼 现在就是比其他人高出一层 每次她在第一桌上 她会赢得很高 而曾雅尼也说在去年 Kreft Nabisco的失利 让她学习到宝贵的一刻 她很高兴那场比赛输掉 因为这一次的失败 让她学习到了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刻 接下来六场比赛 接下来六次 她只要在打完五十四栋取得领先 她就再也没有输过了 所以纳比斯科的锦标赛 去年是她最后一次 在打完五十四栋领先之后 输掉冠军 结果这个Double Brake 雅尼没有完全抓到 以后领先者会是谁 剪下联合晚报的LPGA活动插牌 或者上UDN.com LPGA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详情请上ESPN的官方部落格 好 孙雅尼则是用七号铁 哇真的是越打越远喔 孙雅尼 这台车不需要拿两次吗 结果距离短了一些 是 目前跟领先者MEM 两竿的差距 前两场比赛的胜利 她都是从头领先到尾 开始 敢推一点 可能还有机会喔 可惜短了那么一些 路线是真的不错喔 所以曾亚希望能够在这边拿下 生涯的第六场 打满贯赛的冠军 来看看他今天精彩的表现 今天总共抓了六只的小鸟 包括在第九栋 第九栋的五杆栋 对他来讲是体管机 然后在第十三栋 非常精彩的长距离的Birdy推杆 而且推到一半的时候就知道 这只小鸟手到勤来 对 而在第十四栋这个三杆栋 打出去他就知道很好 还差一点点S一杆进洞 停在洞口旁边 只剩下不到三十公分的距离 在首日打出了第一棒的杆 四杆的六十八杆 总共六只的Birdy 只有两次的失误 Yani Thank you Good to see you I asked you how the day was for you out there and you shook your head a little bit Do you feel like you left a few out there today I did I feel kind of this point I didn't hit many good shots 他自己的反应呢是有点摇头 It's only first day the tournament finish for under still like you say still on the first page But leaderboard So I'm pretty happy about that and I'm looking for for next three days Do things still effortless to right now I'm considering the strength that you are on I wasn't think about that too much You know I just kind of doing my own thing And just play one shot at a time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comparisons that you're drawing Not only to the great women who have played the game But also to the likes of Tiger Woods And by the way you're ahead of him On pace to fifteen wins And of course in the major championship category How does it feel to you to be compared to these greats Yani 你表示能夠拿來跟老虎兹來相提並論 對他來講是一個榮耀 是一個honor 不過以拿冠軍還有拿大賽冠軍的次數和頻率 她已經超越了老虎舞姿 對亞林現在應該開始在研究LPG的一些歷史測 因為最年輕的45勝技師Nancy Lopez有比她年輕一點就達到 沒錯 她在23歲的時候拿下第15勝 而Nancy Lopez是在22歲的時候 這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背景 Ledbetter跟Michelle Witt在練推桿 沒錯 所以剛才我們在Michelle Witt打完18棟之後 猜大師馬上會來開始 就果然了 馬上動手喬她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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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 原來保持Bogey3 來看看曾雅妮 在今天的成績 曾雅妮 在第13動 連續兩天都抓到Birdy 而且幾乎都是同樣的距離 距離越遠 她現在Birdy推得越順手 她這種中距離推桿蠻深的 第14動又是一樣 距離比較遠 但她連續兩天都是13、14動 連續兩支的Birdy 然後在第18動這個五桿洞 兩桿拼到了國嶺附近 結果在脫離之後第三桿的切球 技巧切得相當精彩 你現在看雅妮在打斷 看就很全面 不管是要滾的 或者是要拋起來 她都可以用得還蠻恰當的 在第18動再抓一支Birdy 今天在後9動 總共抓了三支的Birdy 然後在前9動 雖然進到了沙坑 但是不慌不忙的沙坑救球 在第二動再抓一支Birdy 然後接下來 連續六個Part 直到第9動 也是她在第二天的最後一動 再抓一個Birdy 精彩的結尾 第二回合總共抓了五隻的小鳥 一個Bogey 連續兩天打出了 第1邊桿桿4桿的68桿 在第二回合用了30推 比第一天的33推要來的進步 而且上國嶺率 連續兩天都能夠維持18動 有16動上國嶺 看她上球道率這麼低 14-9 但是上國嶺率18-16 因為她其實開完之後 就真的像個Pitching course 沒有在球道上一點差都沒有 目前的領先者曾雅妮 能否繼續帶著領先 進入到接下來的比賽呢 在今天一開始 其實進度就不錯 前五動都有Verdy的機會 在第二動以及第四動 有抓到 來 回桿的狀況一開始看得相當的理想 但是在第七動 跟到了一個Bogey 過在第十動 精彩的開球 讓她在這個四桿洞 第二桿的Approach差一點點 轉到一個EGO2 感覺不錯喔 相當不錯 Birdy Chance出現了 是,一人一邊 雅妮在第十四動的Birdy機會 希望再把單獨領先給要回來 有了 馬上忘記前三動的不理想 這一隻的Birdy 又讓她變成了第一票的桿 九桿 是 今天的第四隻的Birdy 第十四動 要抓Birdy不簡單 嗯 她可能怕我們看球的時候 太平順了 可能沒有什麼刺激 嗯 連續三天在第十四動都抓到Birdy 大家都非常有信心喔 雅妮第十六動的開球 不錯 嗯 摆到Fairway的中央 不過還好是她只要Birdy之後 下一動她的開球都還可以及時穩住 照這個節奏 可能這一動又要回一個Birdy 希望是這樣子一個節奏 升145碼距離 充滿自信的表情 結果距離打短了 雅妮 在第十六動 第二桿Approach沒打好 一路滾到了國嶺下 第三桿切球回來 呃 可能受到風的影響嗎 是 不是很篤定的一個力道 好 上坡的推桿 直直的出去 轉回來 好球 這個跑怕很重要 是 該是事後了 後者風有點亂 對 今天的題目是PolarKrimer 是世界排名第幾名 檢下聯合晚報的LPGA活動插牌 或者上UDN.com 來參加活動 詳情請上ESPN的官方部落格來查詢 漂亮啦 是嗎 應該這個樣子的 對啊 早該出現的 第十七動 曾雅妮精彩的開球 為自己爭取到一個 絕佳的Tapping the Birdie的機會 不過 明天 有機會是在最後一組來出發 雅妮推進了這個Tapping the Birdie 追上了Shardine 目前跟Shardine並列領先 來到第十八動的開球台 稍微偏右一點 雅妮 開球開在長草區 結果第二竿 把球送回到 球道上面 是 這球就打得很專心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球道很在 剛剛好在兩個沙坑之間 微笑球後 臉上的微笑再現 曾雅妮 能不能再取得單獨領先 進入到最後一天 就看這一竿 好球 太厲害了 八號鐵跟Lockdown 在空中幾乎沒有受到強風的影響 好球 看起來是左到右 但是可能是走直線就可以 但是可能是走直線就可以 好球 好球 不轉喔 真的不轉 沒錯 好球啊在旁邊幫亞妮加油 不過亞妮 在完成瞄球之後 如果 因為風造成球的這個移動 是不乏桿的 新規則是這樣子 亞妮推進了這個4part推桿 6-8-6-8-7-1 第一標準桿 9桿成績 起碼帶著並列領先 是 進入到最後一天的比賽 就要跟Sedin同組 起碼在最近的11周的比賽 雅妮有10周是帶著領先 和並列領先 而雅妮 也希望能夠在禮拜天的比賽 再把納比斯科錦標賽的金飛 抱回家 明天在經過納比斯科的金飛的時候 他說我不會去碰 我要裝作沒有看到他 這樣子我才能夠真的把金飛給抱回家 好